那個能力就像人那樣的? 是自己可以有一個合理的喪水的能力 那他也有資格,我覺得他也有資格有人權 如果當然他會符合到人那樣的表情 因為其實剛才你說其中一個 你用一個專業去論證有沒有權利 那如果真是用這個,可能要看動物有沒有專業 動物有什麼專業? 我想動物是沒有專業的 動物連名字都沒有 專業說我們有一種心理狀態 我專業不受傷害 但是我想,我不知道 我猜動物應該沒有這些 因為他們連名字都沒有 那怎麼會有專業不受傷害呢? 但是從公理的動物都可以說成狗 你上次都說動物都會有感覺痛苦 是啊 但是你穿的動物是這樣的 那你的動物會痛苦 是啊 動物有生存權就沒有專業 動物都沒有 人物生命都要生存權 不是動物 不是動物 你叫我尊嚴 你說叫我尊嚴 你叫我尊嚴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意思是說 因為你說生命權的意思是有奇異的 因為我現在說生命權就是我們說的 基本權利的意思 我說那個根據就是我們人的專業 那你說動物都會感受痛苦和快樂 但是我這樣說 其實我這樣說 就算我說動物沒有權利 我表示我們可以任意對待動物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的 你現在吃的生物都是動物 有什麼植物 你可以吃的 你人不要吃人 以前所說的 人吃人是階級的 不厲害而已 那如果現身來說 我們都不應該信佛教 不要吃那些有生命的東西 你植物都有生命的 為什麼 人家要生存 要吸收這些營養 你不吃的 那麽也有生命 所以說不清楚 我覺得都很難說 你不想我沒有限量延伸 延伸的時候就更加 就是一定的條件下 你看墮胎剛才說 如果在大陸有五個 你兩個都不行 墮胎 社會還有一定的規範 有社會可以有五個 你去大陸試一下 你去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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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到劉瑞美娥剛才說 那個問題 我先回到 第一點就是 你講動物有權利 這個說法其實是不清楚的 因為你講權利是講某種權利 我們講生命權利 你只說我有權利 我不知道你講什麼 那 如果你說動物有權利 就算我接受動物有權利也好 你說動物有權利 你要講清楚哪種權利 但是 但是 那些說支持動物權利的人 他就說支持動物權利 他沒有說 究竟動物有什麼權利 對吧 即未虐待那些權利 不是 他沒有說 嚴格來說 如果你說動物有生存權利 那就我們不能吃動物 是吧 是 藥袋 因為你吃他 是要吃的 這就是藥袋 其實是藥袋 但是你可以吃得人道點 不要 你以前都叫那些藥群 這樣把藥群扯出去 但是 可以說 如果你說 他有不受藥袋 或者有 不受不必要痛苦的權利 至少 至少你講清楚 有些make sense 比如你說他有私隱權 那不make sense 那些独物園就要關門,你有後果 因為他有權利,我們有義務 最重要是,你要知道有什麼後果 他有權利,我們有義務,就有後果 因為通常那些人,他們是說不清楚究竟要說什麼權利 他們都說是新傳權利 但他們沒有想清楚究竟新傳權利是什麼意思 新傳權利就是我們可以不傷害生命 虐待,虐待有沒有可以有這個權利 我想虐待和受不必要痛苦的權利 但其實,你想真些其實有後果 如果動物有受不必要痛苦的權利 其實,因為現在我們很多產品 其實都是找動物做實驗的 你實驗的時候是痛苦的 那這個是不是不必要的 其實你不一定要找動物做實驗 有研究說,動物的時間觀念 其實只有三秒而已 就是你升了一隻狗一巴掌 你去三秒之後就不記得 不是,這樣會不記得 但你這樣會想像狗一巴掌 是啊,不是,我告訴你 動物學那個大象 在泰國 整個東西是二日 12年後都整死這個人 不是森廟 動物學技術不是森廟 這些東西是粗糙的 有很多動物 有很多動物 同時大家在講的一個 有什麼 在將來的東西放在一起 在港人的方面 當然 除了我們那時候 不會這麼轉天做法 動物可能會大家理想 是以人化 但我想放下去 最原本的 context 只是能夠處理人 問題的一個 theory 而不是可以處理 我個人覺得 應該將權利的 concept 走回港人那裏 其實你一樣可以說 我們不應該約到動物 但你不用從權利那裏去說 我也是用其他 theory 去說 我覺得這樣才 尤其是地球權利 那個更加 你想想地球權利是什麼 我全都不知道什麼 我問地球有權利 那地球有什麼權利 你解釋地球有什麼權利 你解釋地球有什麼權利 地球有生存權利 其實那些說法是不清楚 因為你說權利 你不知道爭取什麼 比如我說 我有財產權利 你知道你要什麼 但是你說地球有權利 你不知道 你追求什麼 其實那些人不知道 自己想得到什麼 其實我想他們想錯的事情 你可以說我們不應該 污染地球 那樣 OK 你用了地球權利去說 反而是把那個問題 說得不清楚 我自己會覺得 反正做我的問題 因為我突然說 死就多權利 因為地球都有權利 死就多權利 地球這麼大都有權利 幾千米都有權利 那你不知道 什麼意思 你說幾千米都有權利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就是你剛才說 很大堆 就是關於權利 嚴謀的概念 其實就是 這個權利 就是權利 和基本 這個概念 是沒有過基本權利 這個東西 就是 這個基本權利 就是基本人權 就是當是所有人都有的 就是普遍的 但是你說 但是你剛才說的 那些是適用於 就是多於這個 譬如說 是買了票 就有個委託 就是有個權利 有個義務 就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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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些 的應用範圍 就大 就是 他只是講一下 講了這個權利 概念是什麼 不是 我想說 因為基本權利 你想回 剛才我講的目的就是 跟著就是我們尊嚴 但是你 隱身很多權利 和我們尊嚴的關係 已經不大 就是 你雙方的權利 和你的尊嚴 已經不大關係 和 一種是 unconditional 可以 可以 基本權利 就是unconditional 譬如剛才我們講的 那些 一路引甸的權利 譬如說 美國社會可以拿槍權利 他們以為天經地現 其實都 很conditional 是很特殊的 還是我才會有權利 如果是unconditional 就 譬如說 對我來說 如果我有某個權利 就 其他 我有某種義務 但是 如果是一些 其他 一些conditional 的事情 就 可能 就是 你剛才說 有一個觀念 是 我有權利 就有相同的義務 這件事 是因為 是一種交換 而導致 就是 為什麼 會有這個概念 就是說 我有權利 就有相同的義務 其實 都不是 這些出現之類的事情 而是 你說 就是 經濟上的交換 其實已經是 這種情況 所以 你 有沒有 你 沒有 你 你 你